哈喽,大家好,我是立民 一个专注于分享干货的博主 今天给大家介绍如何搭建自己的VPN 不限设备,不限流量 只需两分钟就能搞定 可以有效地保护你的隐私 伪装特别好 全平台都可以用 抢占宽带,稳定性大幅提升 开始之前有一些准备工作 我们需要VPS一台 这里我推荐HOSTSEN'S这一家的 它支持支付宝购买 最低的只要21美元一年 点击这里可以直接购买 这个是入门级的VPS 如果你想体验更好 建议推荐帮我阿公 这里的价格贵一些 但是速度还有稳定性都非常好 好的,现在首先要购买 如何购买 点进去链接,找到VPS 选第二个 我们这一款每个月一TB 流量一年21美元的 我们就选这个 这里注意 你必须要输入一个Rooter的密码 这个密码大家记清楚 后面要用 下面可以不用管 点击Continue 然后点击Checkout 这里有很多的支付方式 我们用支付宝 然后直接付款就行 当然你没有账号的话 需要注册账号 完成支付之后 我们点击Survive 点击第一个 然后这里点进去 看到我们购买的服务器 向夏华找到这个Install 我们选择了Device这个系统 这里是Root的密码 大家可以再重新设置一下 记住这个密码一定不能忘记 设置好密码之后 点击这个 点击OK 稍等一下 成功 到目前为止 你已经购买成功 现在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IP能不能用 复制这个IP 返回到我的博客 点击这里 检测一下 通不通 都是绿色的 没问题 然后返回到我的博客 这里下载是连接工具并安装 你是哪一个版本的 就下载哪一个版本的 下载并安装好之后 打开 点击左上方图标 然后名称这里随便书 主机这里是你VPS的IP地址 IP使用的是我推荐的这一款 就是22 如果你用的是半瓦工的 它的页面上会显示端口 找一下就行 其他网站同理 然后用户名这里输入Root 填入我们设置的密码 如果你已经忘记 可以返回去重新设置一下 然后确定连接 双击这里选接受并保存 显示连接成功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的 把我们的VPS连接到了 这里 返回我的博客 开始搭建 复制这两串命令 在这里粘贴 更新一下VPS 安装一些插件 好的这里显示已经安装完毕 复制这一串代码 自动安装HistWR 粘贴 好的按照提示来 第一 安装 我们选择第一 输入一 剪点一下这里回车 再回车就OK了 这里显示安装成功 按照它的提示 输入一安装自签证书 这里随机分配端口 我们回车就行 我们这里选择第一个 输入一单端口 密码随机生成就行 敲回车 违装的网站 咱们默认的是这个网站 好了咱们的配置文件已经好了 现在其实 整个页面红色部分全部复制下来 链接单独复制 单独保存一下 返回我的博客 复制这一串命令 开机自动启动 然后返回博客 复制这一串查看状态 我们看到这里显示 Enter to running 然后这里是 So open running 这就证明我们已经彻底搭建成功了 下一步 我们演示如何在Windows电脑 Mac电脑 苹果手机 以及安卓手机上导入节点 返回到我的博客 我们先演示Windows 点击访问 如果你以前没有安装过V2rayn 我推荐你下载这一个 点击直接下载 下载下来后节压 然后找到这个 打开之后 点击服务器 从剪切板导入 确保你复制了之前的红色链接 别带空格 右击设为活动服务器 然后点击下方自动配置代理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图标 它藏在了右下方这里 你可以把它拖出来 如果不想翻墙的话 就点击清楚代理 就不翻墙了 它就变成了这个颜色 点击翻墙 它就变成了红色 我们看一下联网成功没有 打开YouTube 好的打开了 已经成功联网 大家注意 复制链接的时候 千万不要复制上空格 现在返回我的博客 我们下载Syncbox 安卓手机跟苹果手机 还有Marcos 都可以用这个app 下载它的客户端 剪辑链接跳转 目前还没有Windows的 Windows正在建设中 大家可以常留意 想在安卓苹果Mac上面搬墙 Syncbox很方便 我们只需要配置一次 这个如何配置呢 我们复制这一串代码 大家小心复制 别复制上空格 新建一个文档 把复制的代码放进来 虽然代码很多 但只需要改三个地方 这里 还有这个地方 这里修改这个IP 去你的服务器 点击这里 复制你的IP 再次替换掉这里的IP 端口也要修改 去是红色部分查找 这个是你的密码 把密码这里替换 检查下 没遗漏的话 我们就配置好了Syncbox 把它全部复制 在苹果电脑上面 打开Syncbox app 点击第三个文件 点击第一个 名字可以随便起一个 点击这里 再点击刚才新建的这个名字 点击下面这个编辑 把这两个删掉 把刚复制的代码粘贴 这个是保存 点击保存 保存好之后返回 点击这个 我们点击这个就可以翻墙了 这里显示有流量就证明翻墙成功 我们配置好的代码 大家保存好 别的平台通用的 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苹果用户 如果想下载Syncbox的话 需要有一个美区 或者是港区的Apple ID 如果你没有 可以点击我博客 这里去看一下 安卓的直接可以下载Syncbox 我现在在苹果手机上 给大家演示 在手机上打开Syncbox之后 点击下面的第三个 点击第一个 名字可以自定义 点击创建 点击这个 一定要删除这两个 把我们已经配置好的代码 粘贴到这里 然后右上方剪辑保存 返回首页 这里点开 显示已经连网 配置成功 现在给大家演示 如何在安卓手机上配置 打开Syncbox 点击第三个图标 点击最下面的图标 随意输入名字 点击创建 点击刚创建的名称 点击编辑 删除最前面 两个符号 粘贴配置好的代码 点击左上角 返回自动保存 返回首页 点击连接 这就搞定了 如果您感觉有用 请您订阅我 您的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